現在我們看看FocusLine它有哪些特色的地方 第一個,它比較特殊就是說它是屬於單機的軟體 跟PowerPoint一樣,你沒有PowerPoint你是不是就不能編輯簡報 一樣嘛,雖然它現在有雲端的 但是雲端的功能相對比較少 那我們FocusLine它就是有Mac版,有Windows版 你可以各別下載,那註冊也很簡單 註冊也蠻簡單的,如果你是它有分兩個版本 那這兩個版本基本上功能相同 基本上功能相同,只猜它是什麼 就是註冊方式 註冊方式,它有分 不是註冊方式,抱歉 是那個授權方案 國際版就是看你是要按月還是要按年 就是它有所謂的那個 就是月費 那它有免費的 就免費方案,你可以用免費方案就好 如果你覺得你有需要付費的功能 就是國際版 那如果你是簡體版 對岸的,買一次中生有效 它授權方案就是買一次中生有效 但是呢 簡體版它就需要做Email認證 就是你註冊的時候 那國際版比較單純 我們只要有Email 它倒是沒有做認證 這是等一下呢,你可以看一下 我先帶各位到它的那個官方網站上 稍微看一下好了 就直接用剛剛那個關鍵字 你用Focus Guide Foc USKY 你這樣就可以找到 那你預設呢,進去的 這個是它的國際版 英文的部分 這樣就可以看到它 它有分國際的版本 那跟這個簡體版 那麼你往下走 其實它在下面這邊 就可以看到它有中文的在下面 中文的在下面這邊 你也可以從這邊點過去 到那中文網站 所以它的那個中文的名稱 其實叫做動畫影視大視 它可以輸出視訊 所以它也可以做影片的部分 像我們現在PowerPoint 是不是也可以做影片 對啊,PowerPoint也可以做影片 好,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它的介面 其實蠻簡單的 其實蠻簡單的 應該這樣講 跟各位平常用泡沫還是一樣 還是一頁一頁的 那我在這一邊呢 我剛才已經先打開一個了 對不對 你看一下 順便看一下它介面 你有沒有覺得左手邊看起來好熟悉 是不是一張一張投影片 只是我們在這裡面 它就不叫做投影片而已 它叫做一個路徑 因為它有經過那裡 這樣了解 好,沒關係 這個等一下我會操作一下 所以它的使用方式 其實就是這樣 以前你是在PowerPoint裡面 按一下是換不同頁 在這邊是按一下 跑到什麼 不同的位置去而已 所以這個把它稱作路徑 把它稱作路徑 好,然後再來呢 這個也是它的優點 請問各位 請問各位在用PowerPoint的時候 或者你在做其他的簡報的時候 你會不會用完全白色的 會不會選那個完全空白的 有嗎? 你有幹過這種傻事嗎? 也許你做 我們講說你做那個 那個叫什麼 報告的時候你當然是開空白的 但是簡報很少會開白色的頁面 對不對? 除非你很有把握 我要做跟別人不一樣的 不然明天再挑一個你喜歡的飯本 就做下去了 那這個呢 我們的Focus Guide給你看一下 在這裡 它本身也提供非常多的飯本 所以即使你不會用 沒關係 還是有很多 可以看到在這裡 有沒有很多飯本 對不對? 這裡 而且大部分都是你沒有看過的 那這個呢 只是它第一頁 只是它第一頁 裡面還有不一樣的 所以 它裡面的這個飯本其實蠻多 當然 你有看到左手邊 有看到VIP的 有沒有? 這個 我們通常就不用點了 不是不能看 看了 不能用 你不是更難過嗎? 所以我就不點 這樣了解 你要付費 那個是付費的 我就不管它 好 那這個是它 第二 就是我們剛剛這邊提到它的優點 再來就是 請問PowerPo裡面 有沒有很多的圖庫 好像有對不對? 嗯 但是這裡面有沒有? 有 而且還有一部分 是屬於你 在PowerPo裡面 比較少看過的 因為PowerPo裡面 動畫的東西比較少 它會動的比較少 它大部分都是靜態的 比較固定的 所以呢 這裡面它蠻多的 蠻多的 那我們可以 我這邊先找一個給你做參考 從這邊進來 你看一下 在這邊 圖片部分 我就不用講 它很特別 就是有這種叫做角色 這裡有這個叫角色 你可以看到裡面有幾個對不對? 它有分Flash的啦 PNG的啦 GIF的 我們剛剛有沒有一個PNG 區培之後是PNG PNG有一個特色 是跟GIF不一樣 GIF GIF 這個 它可以是動畫 但是PNG 它就不能是動畫 它就是靜態的 那角色呢 不管你是哪一個 因為Flash是可以動的 那不管是哪一個 它每個點進去都有什麼 同一個角色裡面還有不同的動作 這樣有沒有看到 了解嗎? PowerPoint應該就沒有這種東西嘛 對不對? 它進來它本身就是動畫 本身就是動畫 所以 而且它因為是向亮的 放大縮小 不時針 如果是Flash的話 Flash的話就向亮的 好 這個 那當然它還有其他的 你看下面這裡 這個地方 有沒有 它有個真正都Flash的 它不見得就是人物的 它可能有一些東西的 像這邊有東西的 它也幫我們做了一些分門別類 你可以在這邊找到很多 在這邊找到很多不一樣的 你要做人物的 你要動態背景的 你要雲彩的 它這邊都有 所以你點一下 舊雲會跑出來 我看一下 不過這樣 各位看得到奧優 這裡 放大一點 這樣有看到了 有被遮住了 有沒有就是動態的 所以 一般這個都是 各位在Power裡面 比較少看到的 那再來這個 當然就 也蠻特殊的 叫做支援錯過緣 欸 看起來好像很正常 對不對?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你在Power裡面 請問你用的 字體 你都有哪一種? 字體的部分 你如果用特殊的 請問拿到別台電腦 會變什麼字體? 我們內建就細明跟標凱 再加上正黑體 對不對? 那除了這三種 你還敢用別的嗎? 如果你是要拿到不同台電腦用的 是排到自己準備 帶字型 對不對? 很麻煩啊 那這裡面呢 基本上如果你的字型 有其他的 你放進去的時候 它就會把字型 帶在你的錢包裡面 所以你拿到別的地方 它還是一樣的 它還是一樣的 這個是蠻特殊的 蠻特殊的 所以你在用的時候 還是要留意一下 就字體的那個什麼 部分 一般來講 簡報沒有 大部分會用幾種字型 兩到三種就很多了 你用到四五種以上 我只能跟你講 看起來特別花 除非你真的有 有某些特殊需要 不然我們一般 會建議各位還是不要用太多 因為檔案還是會變大 那再來就是它的輸出的方式 輸出的方式呢 除了像一般 PowerPoint你就單純 變成PBT PPS 那麼它的輸出 可以是直接輸出到線上 也就是說 你只要給人家網址就好 就跟我剛剛給你看到一樣 你就點過去就好 也可以是變成一個 單一個執行檔 那這種單一執行檔 其實PowerPoint也有 因為PowerPoint也有 叫隨身簡報 類似那樣子 它會造成 我們就把相關的播放程式 放在裡面 它也是一樣 就可以像這樣 那最後呢 當然它也可以 直接輸出成視訊影片 不過這個 我比較少用 因為免費版本 它輸出的 這個尺寸會比較小 所以我主要會用這兩個單 就變成線上了 或是單一個執行檔 這樣我拿到別的電腦也可以播 只是不能改而已 PowerPoint也是一樣的方式 好 再來我們剛剛提到的 它跨平台 所以你今天 PC的也可以用 Mac也可以用 而且因為它是單機的 所以說你比較不用擔心 怎麼樣 就是 那個 雲端的服務 像我們剛剛講 介紹第一個 跟大家介紹一個 PrayE 它就是純粹都是雲端的 其實它有單機版 但是那是付費的 所以大部分我們都沒有選擇那個方案 好 那這樣的話呢 你在使用之後就比較方便 那它本身你剛所看到 在這邊 不是有很多範本嗎 對不對 那這些範本 並沒有存在你的電腦 也就是你需要的時候 它才下 從網路上下載 所以你使用這個軟體還是需要網路 只是你要用那些素材的時候 它才連上去抓 就軟體本身就在你的電腦裡面 所以使用上 相對來說 你會覺得 比較快一點 比較快一點 好 最後 它這裡 它也有一些 跟PowerPoint一樣的一些 簡報的時候的工具 一樣可以用 再來就是 它也可以做影片剪接軟體 你還可以錄製 聲音 然後呢 直接幫你轉旁白 直接幫你轉旁白 所以 你如果簡報裡面 有一些需要它 自動播放的 讓它幫你做介紹的 你就可以用這種功能 那這個功能 目前在PowerPoint裡面 就比較沒有 所以我們這樣 稍微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有沒有比較清楚 大概Focus看看 它大概可以怎麼玩 了解了 好 好